第三题,实验2,如今我们将甲氏管中放入大理石碎片,乙氏管中放入锡仁酸,将盐酸倒入氏管甲中,请问可以观察到什么情况? 这也是我们学过的反应,就是大理石加锡仁酸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,所以呢选项A说有气体生成是对的,那这里并没有沉淀产生,所以选项B说有白色沉淀出现,水溶液成乳白色是错的 那么这里气体生成了,那么留下来的也是水溶液,它并不会分成向下两层,选项是错的,那自然选项珠说没有任何反应发出现也是错的,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,请问可以观察到什么情况?我们答案选的是A,有气泡产生